OK了水已经烫了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冬老太 一个老师送来一台格兰式的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它里面会转 灯也亮的 但是没有加热效果 我们已经试过了 所以就不再坠续了 我们直接把它拆下来 好了 OK后面 这边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磁控管 还有这个变压器 看一下 看一下一个没有烧啊 它这个是高压 电容二极管 不加热呢 一般是几个问题 磁控管坏了 电容坏了 高压线圈断路 高压二极管击穿 高压保险磁化了 就这么几个问题 这个都是固定的 固定的 它这个是机械电视的 我先把这个保险丝看一下 看一下保险丝换没有 确定一下故状范围 这个保险丝居然是裸的 裸体保险丝 没有外壳呀 真的是 就像这种保险丝 这保险丝断了 断了的原因是什么 我卸一下 这个保险丝已经断掉了 没有磁的外壳 这个保险丝 看一下是电容有问题 还是这个线圈还坏了 我们来测一下 切关电阻挡 我把这个电容 还有高压这个二线管也拆下来了 都测量一下啊 测一下这个高压二线 高压二线管 两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高压电容 10兆 因为它内部 冰联的一个电阻 放电用的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问题 我测一下容量 播报数值 数值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那说明 可能算是个偶尔性的损坏吗 我们测一下这个线圈啊 没有问题 我测一下高压 对地 高压线圈 因为没什么问题 初级 也没什么问题 变焊性没问题 测一下此控 此控对地 引脚对地 没有电阻 都没什么问题 零件都没什么问题 只有这个保险丝换了 这个机制采用的是 无壳的保险丝啊 跟我们是有壳的 不知道怎么装上去之外 这无壳的保险丝 我感觉应该不怎么靠谱了 为什么会用这种奇怪的设置啊 还有个办法 把这个保险丝 从这个铁壳里面拆出来 装到这个上面去啊 好像也只有这么一种办法了 我现在拆出来 我试一下能不能拆啊 拆了之后装上去 让壳子加热水一下 诶 拆下来了 都拆下来了啊 这个保险丝 我们也把它拆掉了 高腰保险丝 它是个很特殊的设计啊 它上面底下有个弹簧 上面有个细丝 当细丝 在这个保险丝中间 是一个拉伸的状态 只要这个细丝 真正的保险丝一熔断 立马弹簧收缩 把这个断在这一端 和另外一端 距离拉得非常长 因为一般都是用高腰电路 防止它这个 断了之后还离得很近 会产生打火 所以高腰保险丝它就是这种啊 带弹簧的 只要一烧断 立马把这两个触点 距离拉得很远 这样就不会产生高腰打火现象 把这个细丝放在这个上面 已经固定的好一点 然后把它按进去 然后把它后面拉一点 把这个按进去 好 我再把这个压上 这一个我们自己改造的 高腰保险就完成了 换回了保险丝 我们再测一下 这两边的电阻 OK 随便保险丝 更放OK 再把这个墙头全部藏上 OK 我们现在把壳子装上去 准备试机一下 准备装一点水 试一下 这门是怎么开的 这门是怎么开的 是怎么开 插电 4斤 高火 试一下 先把这个热 OK了水已经烫了 烫熟了 那说明我们这个问题 修复完毕了 可以吗 这是一个高腰保险丝 坏掉了 我们直接把它用 普通的高腰保险丝 里面拆出来 拆出高腰保险丝 里面的丝 和弹簧 直接装进去 就OK了 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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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